大S是这样回应离婚的 我选择这时候离婚 因为小飞事业再起 帅又不算老 要再找个条件更好的女友 也很容易 很平静 我希望小飞永远过得比我好 在女明星离婚皆要发 皆彼此成就 一别两宽的岁月静好 终不得不感叹 兜兜转转许多年 那个像胡扬一样的大S 始终没有变过 她有她的倔强和坚韧 在披着怯懦的外表 却比谁都能野蛮生长 她好像从来没有后悔过 不论付出妥协还是坚持自我 都一样的果决 你说长相和性格 到底有没有关系呢 我觉得是有的 大S给大家留下最深刻印象的 是她青春如白水一般的少女脸 但其实她是寡淡美人里 少有的名艳 徐希元早年经验的照片不在少数 但是偏偏只有这张 美得格外让我动容 她的轮廓虽然圆润且短宽 但丝毫不显的弩钝 有一副轻巧的柔和 其实圆脸在镜头前 是不如妹妹徐希地讨巧的 但她胜在下面部饱满圆润的同时 五官比例还异常均衡 加上丝毫不突兀的内收下颌 漂亮的杏仁眼 反而搭配的格外韵铁 她的寡淡清纯呢 都是来自于平 是的 这是一张女明星里数一数二的平链 颧骨低 鼻肌底低 整体的低呢 就会让有些突出的高点更为明显 鼻肌底的位置啊 比较特殊 刚刚好卡在了鼻下点和牙齿之间 这也就是为什么总有人认为 徐希元是反合 而不是面中凹陷的问题 鼻肌底凹陷的脸是有点不够端正的 前面我说过了啊 徐希元的柔弱感 主要来自于她低频的颧骨 那么这种感觉 其实是有一种不够矜持的劲儿的 也带着一点点矫情 所以呢 这也是为什么 她特别能演绎那种草根少女的原因 因此鼻肌底凹陷带给徐希元的 我觉得反而是另一种烟火器 你看她上半张脸啊 清和度极高的信眼 加无辜温和的颧骨 自然就是再温柔不过的路子 但你看她下半张脸 这鼻肌底一进去 下巴倔强的织出来 硬生生的给着温柔里插进了另一种心肌 她的脸上呢 有着最矛盾的对比 我们觉得她应当是温吞乖巧的 但她恰好没有那么精确的保证 自己90%以上都是柔顺的 所以啊 徐希元的好看其实来自于复杂 这种复杂不仅仅在脸上 还是来自于人设 我们看到大S的第一眼都难免会觉得 这是一个娇妾软润的漂亮姑娘 是适合被精心照顾起来的玫瑰 但这珠玫瑰自己可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玫瑰来看待 她外表看上去很需要为人照顾和宠爱 但其实她一直以孤狼自居 有一肚子的瞎骨柔肠 徐佳三姐妹算上妈妈在内的四个人 讲话最狠决定最干脆利落的 永远是这个看起来柔弱的二女儿 大姐懦弱 小妹年幼 进入单亲家庭的少女会妥贴的照顾好 她与一只下的姐妹朋友 在年纪大的老师被不读书的坏学生们欺负的时候 她会站出来说 你们要闹去你们班里闹 就连和她素不相识的隔壁邻居 在她听到男主人打女主人的声音 也会跑过去敲门 警告她说继续这样她就要报警了 那股不怕不畏的叫嚣感充斥着正义 她不像是小姑娘希望寻求保护的模样 她是大女人一样 一路披荆斩棘 脚踩着钢刀走过来披荆人 徐夕远把自己的前半段的人生 用刻度尺丈量好了长度 差了一丝一离都不成 她有着令所有人都钦佩的自知 永远自立被美貌其尽可准 而这份自知在后期 为了做母亲和婚姻中的付出 依旧极致 开婚发胖半退隐 她的选择并非完全没有计较 时不时的也能看出女人吧 但是不得不说 每一次的选择她都用尽全力 我觉得徐夕远是有点反骨的 但却也永远能感受到 带着一副赤子心横冲直撞的是她 那为了爱付出 为了幸福做出让步妥协的也还是她 撒脱选择自由 挣脱你找婚姻的依旧是她 希望这处自由的胡杨始终幸福